怎么样 谢谢你 谢我什么 当然要谢谢你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对我不离不弃 牺牲自己 为我生了个女儿 陪我身居陋势 还挺开心的 我虽然没有钱 但却拥有你 你嘴巴磨咪了 这样夸我 不过说实话 你说我郭海平 什么时候 没有把握住自己啊 我哪个决定不是对的 江州是我要留的吧 老公是我自己找的 是吧 然然是我坚持要生的 这房子也是我敲定要买的 你说我的决定 哪一样是错的 所以没什么好抱怨的 是啊 是啊 那应该抱怨的是我喽 你抱怨什么呀 我自从跟了你 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 人家老公有车 我没有 人家老公有小蜜 我也没有 你说你这老婆是怎么当的 你呀 你就娶鸡随鸡 娶狗随狗吧 小蜜 估计你这辈子是没指望的 啊什么啊呀 要说车呢 等咱们然然出息了 说不定能给你买一辆 对了 什么时候把然然接来 随时随地呀 只要你准备好了 下个星期 好啊 这些材料 我猜想 你们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吧 是的 因为事情 涉及到江州市的领导 说真话 在调查的过程中 我感到很迷惑 宋四明这个人 口碑很好 所有的人对他的看法都是 工作扎实 工作扎实 能办实事 也很稳健 似乎找不到什么突破口 大奸四中 大奸四中啊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的口碑这么好 因为你问的人都是他们圈子里的人 的确 在这个小范围里 他们是拿人钱财 为人办事 甚至以权换权 只起一张 那么庞大的关系网 可是走出这个圈子以外呢 他们把那么好的一块地 凭着自己手中的权力 放给了自己的关系互作 甚至那么低低价格 损害的是一大批 无权无势的草根百姓的利益啊 如果你去问问那些人的看法 一定与你了解到的不同 当官当官 关这一个字 是头上一顶帽子 身后两张口 你的这顶帽子 是人民给你的 你的亲命也是人民给你的 你所做的事情 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 要为大多数人民服务 你才对得起这顶官帽啊 我们的党 我们的国家 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 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是再多的努力 再多的心血 都有可能毁于这 楼椅支柱啊 来 扔过来 哎哟 给你你要扔给他干嘛呀 你耍呀 啊 哎哟 来 来 来 哟 孩子啊 来了 姐夫 孩子来了 姐 哎 阿姨 买东西放厨房吧 我来 我来 这给我 你看这孩子胖的 这一项光顾吃了 那腰比你姐姐的都粗 你姐姐是生过孩子的人 小心你结婚的时候 穿不上婚纱 到时候再姐呢 她咋在那儿做 阿姨 你好 这位是 家里的阿姨 我今天东西太多了 让她帮我拿过来 阿姨 谁 谁的阿姨 小郭客气了 我就是保姆 她随小孩一直叫我阿姨 然然的保姆 哎 你们给然然请保姆了 哎 哎 不是 她说的是我肚子里的孩子 什么意思 我怀孕了 四个月了 怀孕了 谁的孩子 你跟小贝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不是小贝的 小贝 别生气 然然陪你 素纯 啊 你带孩子跟阿姨下去转转 我这里有话要跟海藏说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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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孩子是谁的 是不是上次 送你回来的那个人的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还是怕家里反对 已经偷偷摸摸的 把结婚证领了 妈 我们先不打算结婚 什么意思 我们先不结婚 先过一段 她有老婆是吧 她还没有离婚是吧 过多久 到底过多久 妈 你别杀了孩子 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把她交给你 你就这么还给我 就是这么大信 你就这么把她还给我 我还让你 还让你 妈 冬冠姐的事情 是我自己要生了吗 妈 打我 别杀了孩子 是 是你 开场 别拉着我 你给我看 开场 刘西部队 我把她 我都别打她 我叫你不看她 你别打她了 不要打 你也不让她 还叫你 行我不好 行我不好 你打我 不要打 我别打 你别打 妈 我求你了 妈 手不好 我还没照顾好妹妹 你别生气 你要打打我 别伤着孩子 他肚子里还有孩子呢 孩子 明天妈妈带你回去 我们把她做了 你别生气 你要打打我 我不做 孩子 你是我女儿啊 我不能看着你在这条路上 越走越远 阻止你 在这条错误道路上的 唯一办法 是现在马上纠正 我不知道这个男人 是干什么的 你小你不懂 在年龄见识上 你都很浅 你不懂他不会不懂 他怎么能忍心 把你弄成像你这个样子 他这不是爱你 他这是害你 到头来吃苦的是你自己 这种男人 说句不好听的话 是只管脱裤子 不管受肿的 你这么小 你将他带着的孩子怎么办 你拿什么去养活他 我不光替你想 还替这个孩子想 他将来以什么面貌 什么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 别人的孩子都有爸爸 他有妈 他能有幸福啊 你 你又能承受得了这种压力吗 孩子好 妈是为你好 你听妈的 妈带你回去 咱们回去做 趁现在还不大 没有人看得出来 很快就能恢复 到那个时候 我们再堂堂正正地找一个 听见没人 妈 我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您也许觉得他是跟我玩罢罢了 但是我觉得他是真的爱我的 他会对我们负责任的 妈 这个孩子我要定了 你们谁都拦不住 你 孩子 妈 孩子 妈 他 妈 妈 都怪我呀 都怪我呀 我不要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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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坏的消息你还不知道 上次你办的案 陈思傅手下 本来被放出来了 还今天又被抓回去了 为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就刚才 他们一定是掌握了新的证据 和新的突破口 才会下手 到底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要不要我去打探一下 不要 你和我现在都是封口上的任务 任何清理广斗 都会刺透漏 那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没办法 等着 这次出手的是上班的 速度快 没有反应时间 这段日子 你最好不要在我这儿出现 你最好不要在我这儿出现 我先走了 你解决了吗 你解决了 你解决了吗 我给你 去了吗 咱们来电话走的 万一有什么情况 这些钱你全都供出去 钱都是身外之物 只要人在 一切都会有的 钱的去向我也都写明白了 有些补不齐的 我是用收来的利息凑的 空缺不会很大了 缺口不大 你能挣这么多利息 我把弟弟的房子卖了 把爸妈的房子也卖了 反正父亲也不在了 妈以后就跟我们过 加上这些钱足够了 事先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 你根本不必这么做 没用了 我的事不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 你听着 这些钱 找个安全的地方放进来 不能留在家里 要确保即便是我不在了 你 听听 还有妈妈 能过上好日子 还有我乡下的父母和弟弟 都要你来照顾我 这个家 就拜托给你了 你放心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你只顾好自己就行吗 对不起 这些年我想亏你 没能好好照顾我 却让你跟着我单军手吧 如果有来事 如果有来事 我要好好地补偿你 你都不知道你自己 跪我跪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照顾自己 我愿意和你分担 可我不能认受你心里 还爱别的女人 你知道吗 那些夜里 你问在我身边的时候 那些夜里 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啊 你问在我身边的时候 那些夜里 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啊 你要走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来 我去哪里 帮我把这些东西买回来 好的 我这就去 你怎么现在来了呀 我来是想跟你说一声 我可能要出一趟长城 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你要去哪儿啊 你要去哪儿得带着我 我不要一个人带着 我暂时还不走 但说不定哪一天 突然就得走啊 这儿一张存证啊 还有这个身份证 密码呢 是你的身份证 这笔钱你留着 万一有什么事情需要用钱 你就用它 记得这笔钱是你跟孩子以后的生活费用 保管好 你不要乱花 要有计划 还有 任何人用任何方式问你要这笔钱 都不要拿出来 这笔钱难不查不到 这个身份证 跟我们都没有任何挂格 会很安全 记得 任何人问你要 都不要拿出来 听见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要照顾我们 母子一辈子的吗 干嘛现在就把以后的钱都给我 有钱 怎么那么多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不把话说清楚 你不要 等一下 好 这个房子 这房子呀 还早 要好好保护自己 任何时候 你都是妈的女儿 只要妈还在 天就不会塌下来 明天妈就回去了 你们姊妹两个 要互相多照应点 尤其是还凭 还早 我就交给你了 这是妈给你的 回头给你电话 姐 你等我一下 姐 这个先放你那儿 我有需要回去找你的 一定要保管好 来 进来 大哥 没事不老实待着 这会儿跑这儿来干什么 大哥 就是有事啊 什么事 事发那天啊 我们的一个手下 把一个写着名字的杯子 还有一个安全帽 落在现场了 他后来呢 这案子不是 这案子不是平了吗 我看他又出来了 我也就没问 这不他又进去了吗 我就不知道 这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确实不足白事有形的东西 你怎么没有算最有天赋都没有 当初给你吓了 你怎么属中有这个处才 大哥 那不公安局那块都抹平了吧 喂 喂 你马上去等公安局 看看案发那天 公安局是不是找到什么东西了 没有 就是因为没有 我才做到一番案件来辩护的 如果有 当时我就把物证解决了 我怎么觉得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证据了 要不然怎么会发了给我抓了 行 我就马上去查 你现在马上去楼里那儿 去探探他口服 看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手上 要赶到公安局快点 行 不过大哥 那公安局那块您不都摆平了吗 那是在和平之际 现在人阵自危 谁不想把自己骗干净了 今天这局面都是你这传罪害 那 那大哥 那如果老李那儿又真有什么东西 那我该怎么办 现在知道问我该怎么办 你妹方早不听话 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弄回来 不惜一切代价 这不惜一切代价是什么意思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没关系 要不然就我日后 老李见 不惜一切代价 谢谢 谢谢 艾萍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非常中国痛 比如说我去中国饭店的时候 我喜欢 但很亮 我喜欢看中国人说话 喂喂 听不见 很吵的很吵的 我现在无所谓 因为我看中国人在饭店 我感觉他们的热情 他们的passion 你 马克你 观察到一些现象 但你 还仅仅是个门外汉 因为你 仅仅看到表面的一些繁荣 一些热闹 并没有看到 像一些深层的东西 就比如说吃饭 你看刚刚那桌人 那么多人他们拍拍着肩膀很热闹 然后敬酒 其实未必是好朋友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对明白了 就像那个女的 我刚刚看见她敬酒的时候 其实她脸上有一些尴尬 尴尬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 read read a person 对不是很乐意 但是又不得不敬酒 其实这个就是中国一种特有的叫商场文化 你懂吗 那我听得懂 我一点点理解 可是中国也有一些的东西 我完全不理解 比如说 拯救 还有 谦虚 谦虚 对谦虚 我非常感谢你告诉我中国的文化 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一起你给我上课 对了 为什么你突然要回美国呢 我现在有一个朋友在美国 他有一个事情 他要我回去帮他 所以我现在准备回去 那打算待多久 什么时候回来呢 不知道 可能两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不知道 我会很想你的 海冰 你现在是没过懂 在中国女人不告诉男人 他们想他 他们想他 我是很纯洁的想念 你想你的一辈子是中文老师吗 什么意思 你的生活有一个计划 你有没有一个计划 你是问我是不是想一辈子当中文老师 对对对 其实我 是有一点想一辈子当中文老师的 是的 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 我想 如果能找到几个合伙人 办一个中文的学校 因为我 我想 教老外 学中文 好的 我觉得在国内好像这样的学校不是很多 所以 有一些翻转的余地 你像 像有一天我在街上 我走在街上我就觉得 我觉得周围有好多老外啊 那我就想呢 我可以教老外学中文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你的想法非常好 可是我想你开始一个学校的时候 不要小的学校 你可以开始一个大的学校 为什么 因为 你说对了 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老外 可是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 你可以教英文 教日语 都可以 你知道 中国的市场 市场 越来越大 越大越大 中国人一个家有一个孩子 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 我也要成为你第一个投资人 投资人 好大的样子 其实我只是想以我的名义 办一个哪怕是小教士 就是从小做起 我想你有能力 能力 所以我回美国的时候 我可以问我朋友们 我们可以给你钱 所以我 当我回来中国的时候 你可以成为一个总统 我们可以开始在NASDAQ 你从美国回来 我就成总统了 对了对了 马可你太能吹了 你懂什么叫吹吗 我都懂 你真懂 真的 不是我教你的 不是我教你的 不过 马可我还是要谢谢你 你帮我介绍学生 然后 给我鼓励 真的谢谢你 不用谢谢 我非常感谢 你教我中文 给我上课 所以今天晚上 我开心我们一起吃晚饭 不是早饭 我也要请课 所以我要给你 尊重 你是我的中文老师 所以我今天晚上 我请客 好 我不跟你争 等你回来 对 等我回来的时候 你是CEO 你可以请客 好 谢谢 来 检查过了 医生说是个男孩 非常非常清楚的小弟弟 像个小海螺一样竖着呢 你高兴吗 高兴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一会再给你电话 你不要一会儿 我完全听不出来你高兴 你在敷衍我 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 请你直接告诉我 现在还来得及 别胡思乱想了 我这儿现在有事 待会儿联络你 你今天晚上 能来陪陪我吗 行了 先挂了 这个案子我没法接啊 要不您换人 我感觉现在我已经深陷其中了 他们对您 只是一种感觉 从所有的角度都打不进去 而且还吃闭门羹 对了 岑思福那边有消息了吗 没有 他现在人在那儿我都不知道 就怕他在局子里给我打电话 就是自找麻烦 随他去吧 小姨 不许碰小姨 快快快快 怎么了 然然 那个你去看看你的大白兔在哪儿呢 快洗手摸你的大白兔去 怎么回事 哭了 眼睛红成这样 没有了 就是孕期荷尔蒙作怪 情绪波动 什么孕期荷尔蒙情绪波动啊 是不是他欺负你了 他怎么会欺负我呢 他不是把后半辈子 要用的钱都给我了吗 你以为给你钱就是对你好啊 这两天 他来看你了吗 有没有陪陪你啊 他最近挺忙的 你怎么会欺负我呢